一定婚宴上,我推开化妆间的门,映入眼帘的事。 我的妹妹赫珊珊正一丝不挂地,跨坐在我交往五年的未婚夫临床的大腿上,轻得难舍难分。 我爸赫旭说,只要能和林家结亲,无论临床想要她的哪个女儿都可以。 警告,我不能胡闹。 我的继母说,没管住自己男人,要学会找找自己的原因。 所以,我得大度一点,我和赫珊珊是姐妹,姐姐就该让着妹妹。 我笑了笑,是吗? 既然她真这么觉得,那我便成全她的大度。 于是,我找来小她十七岁的表妹,住进我家,替她成了我的小妈。 一沉闽从进我家别墅门口时,那张嘴就被震撼得没闭上过宁溪。 你家好大好漂亮呀,原来姐姐住在这里呀。 真幸福,她满脸羡慕。 我明知顾问道,喜欢吗? 她连忙点头。 我意味深长地朝她笑了笑,那就得看你的本事了。 说着,刚好遇到赫珊珊,开着跑车从车库出来。 见到我,她特意停在我面前,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喝宁溪。 你知道我现在要去干嘛吗? 我根本不想搭理她。 白了她一眼,你现在就是去吃屎,我也没兴趣去帮你拍照记录。 你? 哼,临床要带我去国外度假? 怎么样? 羡慕吧? 你真可怜啊,爸爸比起你就是更喜欢我。 就连你喜欢的男人最后都喜欢我。 你真是哪里都不如我呢。 说完她得意地戴上墨镜,一踩油门开了出去。 我把陈敏带到陈婷和贺旭面前的时候。 两人正装腔做事地在茶饰品茶。 陈敏见到陈婷,站在我背后怯声声地喊了句,姐姐。 陈婷见状,脸色立刻暗了几分。 贺宁夕,你把她带来做什么? 我一把拉过陈敏,坐到我爸旁边,然后看向她道阿姨。 你怎么不开心呢?这可是你妹妹啊。 你难道不欢迎吗? 陈婷被我问得哑口无言。 她家里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 咱们作为一家人,怎么能做事不管呢? 不是你教育我姐姐,什么事都要让着妹妹吗? 那姐姐也理应当帮着妹妹,你说对不对啊。 说完我转头看向贺旭爸,陈敏是阿姨的表妹。 她父母都不在了,现在一个女孩子孤零零的。 只能靠在夜市摆摊生活,好可怜。 我就把她带回来了,你不会怪我吧? 我爸一双眼将陈敏从上到下打量了个遍。 陈敏迎着她的目光挺了挺胸。 她健壮,满意地点了点头。 都是一家人,小事。 你这么善良啊,我很欣慰,生怕反悔。 陈敏立刻拾去地握住我爸的手谢谢姐夫。 陈敏健壮。 立刻急了,用力抓住陈敏的手甩开。 气急败坏道,你手干不干净啊。 陈敏被她吓得愣在原地,半天才张口姐姐。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呀? 不,贺旭皱了皱眉,朝陈敏不满到你发这么大气干嘛。 她不是你妹妹吗? 不怪陈敏多心。 陈敏长得跟她有几分相像, 但比她年轻,比她漂亮。 她不能没有一点防备。 她抓陈敏太着急。 一不小心,用手肘把茶杯碰倒了。 刚好全部撒在陈敏身上,瞬间她的衣服都湿了。 我爸抢先拿着纸巾,要帮她擦。 我转头见陈敏一张脸黑得跟炭一样。 我让陈敏去换了一条我的裙子出来。 待她穿好出来,我见贺旭那双眼睛都看直了。 陈敏也满脸飞红看向她,娇羞道,这裙子有点短。 刚好,人靠衣上马靠鞍,你穿上很好看。 陈敏憋着一口气,坐在沙发上。 死死盯着她没说话。 我站在一旁,听到这完全不避讳的话。 朝着天花板,翻了个白眼。 也好,看来不用我太费力气了。 两晚上,陈敏敲开我的房间。 一进屋,她就直接跪在我面前,宁吸。 只要你帮我,留在你父亲身边。 我什么都愿意帮你做。 我双手抱胸坐到床边。 问她,你想好了? 她笃定地点点头,跟你讲个故事吧。 我家里很穷。 但是我爸妈,还是在陈敏父母去世后,把她接到了我家抚养。 五年前,爸爸得了癌症,需要很大一笔费用治疗。 我找到陈敏,希望她可以帮帮我。 因为我知道,她嫁给了你父亲。 那十几万对她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 可是,她拒绝了我,还威胁我,以后不能联系她。 否则我和我妈以后别想好过。 后来,我爸因为没钱治病。 三个月后,就在家里去世了。 我今天见她全身上下都穿着名牌。 快五十岁的人,保养得和三十多一样,我好羡慕。 凭什么我深陷泥潭沼泽的时候,她能过上这样的生活? 要是当初没有我父母,她能活到今天吗? 她说完,抬起头期待地看着我。 我把玩着手腕上的玉镯,好啊。 刚好我也想换个后妈了。 听见我这么说,她又惊又喜。 连忙跟我拍胸脯,保证一定会好好听我话。 第二天一早,贺旭正要出门去公司。 我拉着陈敏喊住他爸,听说吴秘书最近请年假了。 你看他怎么样?我爸听到我的话,看了看他。 今天的陈敏穿的我给裙子。 连衣裙将他的身材很好地勾勒出来,很有韵味。 姐夫,我最近刚好在找工作,如果你不嫌弃的话,让我试试吧。 这动作这表情,没有一个男人能拒绝。 于是贺旭点点头答应道。 好,你跟我一起去公司吧。 陈霆下楼的时候,刚好看见两人一起上车的画面。 他发疯了似的。 快步跑向停车的地方,但他哪里来得及。 车一溜烟就开了出去。 他狼狈地还在花园里摔了一跤。 一只鞋子被甩飞了老远。 我端着咖啡在旁边笑得差点叉气。 保姆慌忙去将他扶了起来,他气冲冲走到我面前。 赫宁熙,你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我睁着眼睛,满脸无辜阿姨。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我这不是在帮你照顾你家的亲戚吗? 再说了她是你妹妹。 不是你教我的姐姐,要照顾妹妹,让着妹妹啊。 你怎么说,一套做一套呢? 他没话可说。 过了好半天,才恶狠狠憋出一句,你给我等着。 然后进了房间。 那天直到晚上,贺旭和陈敏都没回来。 陈婷坐在客厅,焦躁地不停给贺旭打电话。 我一屁股坐到她旁边,好心提醒道,你别打了。 她现在在飞机上呢? 她诧异地看向我,什么意思? 她带着那个小贱人去哪了? 我故作惊讶到啊。 原来你还不知道呀。 公司新收购了一个项目。 他们去实地考察,短的话三五天。 多的话十天半个月吧。 这是我给陈敏想的办法。 在家里,陈婷肯定会对她千房万房。 所以,她得趁这个机会在外面给贺旭拖住培养培养感情。 三她也没让我失望。 两人回来已经是一个星期以后了。 陈敏从头到脚完全换了服装扮。 手上提着的包我扫了一眼,至少三十万。 看来这一趟,她收获不小。 她小女人十足地依偎在贺旭身旁。 贺旭手还不安分地在她腰上游走。 两人在客厅就打情骂靠起来,听见动静。 陈婷便快速下楼,见到眼前这一幕差点晕过去。 陈敏! 她嘶吼着像个疯子。 完全没有以前端庄的样子。 她冲到两人旁边。 将陈敏狠狠扯了过来,抓住她头发骂到狐狸精。 你这个小贱人,竟然敢瞧我的老公? 你要不要脸啊? 你给我滚出去,这里是我家。 然后一边冲保姆喊着,把陈敏的行李扔出去。 陈敏被她扯住头发,动弹不了,哭着尖叫。 贺旭见状,大步跨前一巴掌挥在陈婷脸上。 大喝到你闹够了没有?实在精彩。 我坐在餐厅里,好笑地看着这一幕。 陈婷不可置信地看向她,你打我。 你竟然为了这个女人打我。 贺旭没理她。 转过身去,扶起倒在地上的陈敏。 关心地问她,没伤在哪里吧。 陈敏哭哭啼啼地把手腕伸给她看。 委屈到这里被划到了,好痛。 贺旭一下激发出了保护欲。 朝着陈婷大骂道毒妇。 你给我滚出去。 陈婷惊得睁大了眼。 你竟然为了她要赶我出去。 贺旭,你看清楚我才是你老婆。 她不满地哼了一声,不是冥冥。 我都不知道你以前这么恶毒。 她父母当初对你这么好, 你竟然能见死不救。 陈婷,我可没想到你会这么无情。 我今天在这通知你。 你要是不接受冥冥的话,也可以。 那你就给我滚出去。 你要是还想继续留在这个家。 你就给我安分一点。 你自己选吧。 那天最后的结果,是陈婷妥协了。 晚上,贺旭更是毫不避讳地直接搬到了陈敏的房间里。 陈敏的房间在他们主卧的隔壁,晚上两人的声音。 连一楼的我都听到了,我不信陈婷能睡得着。 果然,仅仅三天,陈婷整个人憔悴得像老了十岁。 白天,趁家里没人。 陈敏找到我,递给我一个包装精致的礼盒。 我打开是某个我喜欢品牌的耳环。 宁夕,多亏你。 这是谢礼。 我打开看了看,然后放到梳妆台上。 到这一步,你就满意了。 她没说话。 看向我的表情,有些迷茫。 我提醒到,陈婷怎么说,都跟我爸在一起二十多年了。 她现在对你,无非是新鲜感作祟而已。 要是哪天,突然念起了旧情。 你觉得,陈婷会放过你吗? 还有那个贺珊珊。 她回来要是知道,这个家被你搞成这样。 她会善罢甘休。 你现在年轻,有资本。 我试你的话,我就会趁现在,给自己多增加一些砝码。 说着,我瞟了眼她的肚子。 半晌。 她终于明白了过来,俯着自己肚子看了看。 我明白了,谢谢你。 然后转身出了我的卧室。 我也是前段时间才知道。 贺珊在我妈还在世的时候,就跟陈婷倒在了一起。 我妈刚去世三个月,陈婷就进了我家门。 几个月后,就生下了贺珊珊。 以前我一直以为,我妈是生病去世的。 因为贺旭一直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直到前几天我无意听见几个保姆聊天才知道。 她当初刚生下,我没多久,就发现了那两人的奸情。 一时接受不了自杀了,这辛仇旧恨加在一起。 我绝不会让那对母女好过的。 四很快。 贺珊珊度假回来了。 她一进门,满身杀气腾腾地直冲二楼陈婷的卧室去。 我一感不妙,追上前。 门被她一脚踹开,屋内。 陈婷正站在衣柜前挑选着衣服。 没反应过来,贺珊珊就把她甩在了床上,然后劈头盖脸的巴掌就挥了上去。 陈敏不是她对手,完全被她压在身上打。 我上前拉住她,她转头看到是我。 眼里的火更大了,我就知道是你这个贱人。 这一切都是你设计的吧? 你为了报复我,你就找来这么一个女人勾引爸爸。 贺宁希。 你以为这样就能打败我们吗? 你真是可笑。 贺旭今天在家,在书房听见声响,马上上了楼。 见到房间里乱作一团,气得拿起手边的杯子砸下贺珊珊。 你给我住手。 她听见贺旭的声音,手僵在半空。 陈敏趁机一下从她手下钻出来,快速跑到贺旭身后躲着。 贺旭见陈敏肿的老高的脸,一时间心疼得不行。 抱在怀里不停地安慰,我赶紧添油加醋。 爸! 刚刚珊珊进来,直接把陈敏压在身上就打。 我拉都拉不住。 你要不带陈敏去医院检查检查。 我看她伤得不轻呢,陈敏立刻配合地点头。 声音虚弱我头好晕,贺旭见状,抱起她就要下楼。 贺珊珊气得跳脚吧? 你不能带着女人走。 贺旭没理她,抱着陈敏的脚步没停。 贺旭这一走,就是三个月。 这三个月,一次家都没有回。 听说她直接在外面给陈敏买了套别墅。 还专门请了两个保姆照顾。 气得陈婷开始骂贺珊珊,说她当初没有那么冲动。 至少贺旭现在还在家。 贺旭再次出现。 是在贺珊珊和临床的婚礼上。 贺珊珊拿着请帖把我堵在房间门口。 姐姐,我和临床就要结婚了,多亏了你啊。 我和她才能认识,为了感谢你。 这婚礼,你可一定要来啊。 她笃定我不会去。 我无语地看了她一眼,临床这男人。 从背叛我的那一刻,我就看不上了。 我如今做的一切,不是因为放不下她。 而是恶心她当初和贺珊珊狼狈围歼在一起的事实。 我伸手抽过琴铁,朝她笑了笑。 你放心,我一定到场,毕竟那么精彩的的场合。 一辈子可遇不到几次,陈敏怀孕了。 是她自己告诉我的,据说已经去查过了。 是个男孩,所以贺旭才这么宝贝。 生怕回了家陈敏被那对母女欺负。 所以就一直在外面住着。 贺珊珊婚礼上。 陈敏正端着酒杯跟各路世家朋友寒暄的时候。 陈敏挽着贺旭出现了。 陈敏的笑容顿时僵在脸上。 她没想到今天这种场合,贺旭都毫不顾忌。 她一时间成了所有人的笑话。 贺珊珊最先反应过来,脸色一阵白一阵红的。 她提着裙子跑到贺旭面前,不满地看了一眼陈敏。 爸,今天是我这么重要的日子。 你怎么把她也带来了? 你让凌家以后怎么看我? 贺旭瞥了她一眼怎么? 我做事,还要想跟你汇报了? 你不愿意,我们回去就是了。 你就当没我这个父亲。 她连忙拉住。 语气软了下来我不是这个意思。 好说歹说。 贺旭带着陈敏留了下来。 一旁的陈婷脸色冷得都快结冰了。 我旁边不乏有人在讨论这一出。 陈敏坐在我旁边。 我伸手拿了一串葡萄给她。 没想到她立刻捂着嘴,就干呕起来。 贺旭连忙紧张地扶她的背,没事吧。 她摇摇头,表示没事,还没等我再开口。 旁边一个女人大声道呀,你该不是怀孕了吧? 陈敏听到有些害羞。 低着头摸着肚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算是默认。 这一下,可又把整个场子热了起来。 贺姗姗刚好在旁边敬酒。 听见这话,根本不再顾忌什么形象了,疼。 一下冲了过来,直接抓住陈敏的衣领。 你怀孕了? 陈敏被她吓到朝着贺旭求救。 贺旭赶紧上前,把贺姗姗拉开。 嘴里嚷着,你给我松手,她肚子里的可是你弟弟。 这一句,整个厅都安静了。 最先打破沉寂的是陈婷。 她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像个笑话。 于是再也忍不住了。 大哭着上前,扯住贺旭骂,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她可是我妹妹啊,你让她怀你的孩子。 你把我们母女置于何地? 这场闹剧实在太精彩。 临闯她妈林霞音,觉得太丢人。 毕竟,今天是她宝贝儿子和贺姗姗的婚礼。 在这么重要的场合, 她这一对亲家把丑闻毫不顾忌地捅出来, 让她脸上实在不太好看。 于是,她吩咐两个保镖, 上前把正在发疯的陈婷先拖走带出去。 陈婷一走,气氛瞬间冷了大半。 贺姗姗应该也被林霞音警告了什么, 安静了下来。 为了顺利完成,婚礼她也只好不再说话。 怨恨不甘地看了一眼陈敏后, 转身走了。 这婚礼,就这样荒诞又合理地继续着。 原本以为婚礼结束后, 那母女俩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可事实是, 这两人竟然变得诡异地安静。 尽管贺旭还是没回家, 陈婷也不再闹着要找她了。 贺姗姗婚后, 本来应该搬去林家的。 可能是怕她走后, 家里只剩下我和陈婷。 陈婷被我欺负吧, 竟然带着临床一起搬进了我家。 为了隔应我, 还经常拉着临床在我面前秀恩爱。 这女人脑子真的有问题。 临床那种无能又自私的妈宝男, 也就她还当个宝。 但为了不让她失望, 我偶尔嫌得慌, 还真配合她一下。 泪眼婆娑地看向临床, 她也算还有点良心。 知道自己对不起我, 每次就眼神躲闪地 拉着赫珊珊落荒而逃。 但赫珊珊可不满意于此, 她把房间搬到我旁边。 每天一到晚上, 我就能准时听见 她那夸张又做作的身影声。 可能是生怕我听不见。 有几次还故意将门开了一些, 我忍了两次。 但第三次我实在忍不了了, 既然她都这么不要脸, 那我也不需要给她留什么台阶了。 我摘下耳塞。 拿起手机录像出去, 结果我刚推开一点门缝, 便看到一个穿着蕾丝吊带睡衣。 光脚靠在他们门口的陈婷, 她没发现我。 她正聚精会神地盯着屋内, 嘴唇紧咬, 面色潮红。 手还不自觉地靠在自己胸前, 眼睛里透露出羡慕和欲望。 她这副模样。 我就算是傻子, 也看明白了, 陈婷如今还没满五十, 这生理需求自然是需要的。 贺旭这一走都快半年了, 她如今可能真的很馋。 我吃笑一声, 小心退了回来, 陈婷这么寂寞, 那我就帮她。 第二天, 我给陈婷发了个消息, 要她帮我把贺珊珊支走一个星期。 她办事效率很高, 中午贺旭就打来电话, 让她去公司一趟。 母女俩接到电话后, 别提多高兴了。 陈婷拍拍胸脯安慰自己, 我就说你爸爸还是最爱你的。 公司的事, 她现在愿意让你参与。 你可一定要好好表现。 贺珊珊则握着手机, 得意洋洋地走到我旁边坐下, 炫耀到爸爸, 可是让我去新项目考察呢。 贺宁夕, 你看好吧, 我始终才是她最爱的孩子。 等她把公司交给我, 你和那个陈鸣, 我一定给你俩丢出去。 我翻了一页杂志, 不以为然道, 那就助你伟大的梦想早日实现了。 剑没有刺激到我, 她哼了一声, 继续跟陈亭去讨论, 要怎么做, 才能重新夺回贺旭的欢心。 贺珊珊这组爱一走, 我操作起来, 可就方便多了。 下午我正坐在花园里看书, 陈亭妆容精致地跨着包回来, 进门看见我邪腻了我一眼, 就往里走。 可能光顾着, 邪我没看到路, 一脚踩空台阶。 扭到了脚, 她尖叫一声, 摔倒地上。 我把书盖在脸上笑翻了, 幸灾乐祸到人, 不服老不行啊。 你看这眼睛都化了, 自从沉迷出现, 她对老这个字, 异常敏感。 于是对着我就破口大骂, 我走到她旁边轻轻一推, 就把她推远了些。 她穿着高跟鞋脚崴了, 根本站不起来。 朝我呸了一声, 小贱人! 然后扯着脖子, 朝屋里喊人来扶她。 我捡起个石头, 随意扔到她身上, 忘了告诉你。 这几天, 我给保姆都放假了。 这里现在就我一个人, 我呢? 肯定不会扶你起来的, 你就在这座一晚上吧。 说着我就进了屋, 然后听见她在我背后 用各种难听的词汇骂我。 我懒得理她, 过了大概半小时。 听见门口有了引擎声, 临闯回来了。 六妹一会, 便看到临闯抱着陈廷上了楼。 看来这是老天都在帮我。 临闯这人, 一向经不住诱惑。 果然, 我注意到陈廷的卧室门, 半天没有出来的动静, 过了大概一个小时。 临闯一边扣着衣服扣子, 一边从她房间里出来, 为了给他们制造一个更肆意的环境。 我主动地找了个酒店, 出去住了几天。 没了我的干扰, 这下两人更是肆无忌惮。 见时机差不多了, 我挑了个时间回去。 刚好碰到陈廷穿着布料少得可怜的睡衣下楼。 几天不见, 她面色好了不少, 看来临床让她挺满意的。 就是不知道当贺珊珊和贺旭知道。 他们满不满意了, 贺珊珊回来了, 她高兴得不得了。 唧唧喳喳地, 不停跟陈廷分享着这几天的收获。 俨然一副继承公司胜券在握的样子。 可陈廷看上去, 就没她那么开心了。 贺珊珊这一回来, 也就意味着她和凌闯 没办法再像之前那样为所欲为。 但是这仿佛更让她觉得刺激了, 晚饭。 我刚从卧室出来, 就看见三人已经坐到餐桌了。 换作平时, 我可不屑于跟他们一起。 但目前这画面, 实在对我太有诱惑力了。 我的方向刚好能将三人所有动作收入眼底。 我看见陈廷坐在贺珊珊和临床的对面。 贺珊珊嘴里一直兴奋地不停地在说着什么。 那两人表面上是在听她讲话。 可实际上, 陈廷穿着丝袜的脚已经快搭到了临床的大腿上了。 脚尖还一直不停地来回妈撒着。 我赶紧拿出手机录下来。 自己的亲妈当着女儿的面勾引自己的男人。 这画面够让贺珊珊疯一阵了。 一个星期后, 贺旭生日。 过了半年, 她终于再次回了这个家。 因为陈廷碍于面子给她办了一场高调的六十岁生日宴会。 我思来想去宴会上她这生日礼物。 我一定要送得大的。 贺珊珊见贺旭回来。 激动地陪上陪下, 对着她不停地拍马屁。 转头看到陈敏的大肚子, 又立马变了覆面孔。 爸! 你怎么还把她带回来? 她不满地嘟囔着。 我今天带敏敏回来, 就是告诉你们。 她怀上我贺旭的儿子, 无论你们愿不愿意接受。 今后, 敏敏和这个孩子都跟我们一起生活。 陈廷, 你接受的了, 大家就可以像以往一样好好生活。 要是接受不了, 那你就考虑考虑给敏敏堂的位置吧。 贺旭毫不顾忌她的面子, 出声宣布道。 今天这生日宴上, 可来了不少世交, 包括林家也在。 贺旭这番话, 等于宣布了陈敏的身份。 陈敏听见这话, 脸上藏不住地开心。 看向贺珊珊和陈廷的眼神, 多了几分挑衅。 贺珊珊一听这话, 哪里能忍? 她立马跳出来, 指着陈敏不可思议地问贺旭, 你现在是为了她要赶妈妈走? 贺旭看了她一眼, 你要是接受不了。 现在就可以滚, 反正等明明把你弟弟生下来后, 我也不怕没有人继承我的公司。 我的公司啊, 终究是交给自己的儿子, 我才放心。 贺珊珊仿佛以为自己听错, 爸,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们呢? 我是你最爱的女儿啊。 贺旭轻横一声,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吗? 谁知道, 你得到我公司后会不会便宜其他人。 她说完, 看了一眼旁边的临床。 这意思不言而喻了, 七尘亭赶紧上来打圆场, 把几人隔开, 不得不说, 她还挺能忍。 生日会开到一半, 我看了眼四周, 觉得是时候了。 于是走到台上, 调开话筒, 我亲爱的爸爸。 今天是你六十岁生日, 作为大女儿, 我当然也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 所有人的目光顿时被我吸引了过来。 说着, 我便把U盘插进电脑。 电脑很快弹出几个视频, 我按照顺序点开第一个。 这个是那天我录的陈婷, 在餐桌下挑逗临床的画面。 视频一播放, 所有人惊呼不止。 看向陈婷和临床的表情, 面色各异。 我瞟了一眼陈婷, 她吓得脸色发白。 整个人像被冷水浇透了一般。 贺珊珊站在她旁边。 刚开始还没反应过来, 待看清是什么情况后。 眼里的不可置信和愤怒都快压不住了。 陈婷想溜走, 被她一把扯回来。 妈,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 你怎么能跟我老公呢? 临床站在后面, 也满脸惊恐。 想说话, 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个反应还不够。 于是我点开第二个。 别着急。 我可怜的妹妹和父亲, 更刺激的还在后面呢。 这个是在陈婷和贺旭的卧室。 我早就趁他们出门装了监控了。 那几天, 两人的疯狂全部被我录了下来。 贺珊珊。 被自己亲妈和老公背叛, 这感觉怎么样啊? 我这里还有好多呢, 就不全部给大家欣赏了。 你想要的话, 我单独送你一份。 说着, 我拔出幽盘。 扔向她, 她站在原地, 胸口起伏得极快。 一度让我觉得, 她马上就要提到杀人了。 但比她更生气的另有欺人。 贺旭虽然自己出轨, 但是她绝不允许陈婷律她。 更何况, 还是在她的房间和临床。 她气得都快背过气了, 拿着酒杯直接甩向陈婷。 你这个婊子, 竟然, 竟然敢背着我跟别的男人。 铁证如山, 陈婷完全没有狡辩的可能。 估计这会儿, 已经知道没有希望了。 于是破罐子破摔, 朝着贺旭大吼, 这些时间的委屈。 可那样的男人, 怎么可能理解呢? 他只知道自己被虑了, 还是当着所有人面戳破的。 他一向最爱面子了。 于是冲到陈婷身边, 朝着她就拳打脚踢。 他太生气了, 以至于没有人好上前拉架。 临闯就在陈婷身后, 可能因为最后一点, 男人的自尊还在。 他伸手替他挡了下, 结果是更加惹怒了贺旭。 他直接抄起桌上的酒瓶朝着 临闯的头上就摔了下去。 一阵尖叫, 临闯头上鲜血横流, 倒在地上。 林武这才从人海中冲出来, 跑到临闯面前。 见他已经血肉模糊了, 崩溃大哭。 他抓起跪在一旁的陈婷, 又拉又扯。 嘴里不停骂着各种难听的话, 说他一把年纪了。 怎么连自己女婿都不放过, 这么饥渴。 出去卖算了, 贺旭终于也稍微冷静下来了。 看着陈婷一字一句到陈婷, 我们离婚。 说完, 陈敏赶紧跟上他, 两人头也不会出来大门。 陈婷头发衣服被扯得乱七八糟, 整个人狼狈不堪。 他四周望了望, 只有贺珊珊还在身边。 眼睛一亮, 朝着他呼救珊珊, 贺珊珊赶紧撇开脸看另外一边, 我没有, 你这么恶心的吗? 他终于明白, 现在的他, 老公不爱, 女儿不轻了。 大家见好戏结束了, 慢慢也就散得差不多了。 把我拿起酒杯, 慢悠悠走到陈婷面前。 他抬头一看是我, 眼里的光亮瞬间暗淡了。 贺宁西, 你满意了吧? 我蹲下, 抬起他的下巴。 微微一笑, 还不够。 当初又不是你, 我妈怎么会自杀呢? 你现在这一切, 不过是恶有恶报罢了。 你都知道了? 是啊。 所以今天的下场, 我可不怎么满意。 你说, 我要不要加把火呢? 说完, 我将酒杯举到他的头顶, 然后往下倒去。 他没来得及躲开, 全淋在了头上。 我起身, 朝旁边拍了拍手, 很快, 两个壮汉便走了过来。 他一下慌了, 忙着后退, 贺宁西。 你要干什么? 我刚听说临床, 被砸的这一下, 伤到脑子了。 现在在ICU抢救呢, 医生说, 就算抢救出来了。 这辈子, 也就在病床上度过了。 智商估计就跟着三岁小孩一样。 他这辈子是废了, 林家也自知理亏, 不敢找贺旭麻烦。 但是总要有个人给他们出这口气吧。 你觉得, 他们盯上谁了呢? 陈婷被我打包, 送到了林家。 林侠因爱子如命, 还不知道怎么折磨他呢。 但这与我无关了。 回到家里, 发现陈敏和贺旭已经搬回来了。 当然, 贺珊珊也在, 他现在没了老公, 没了妈。 自然知道该讨好谁。 他坐在贺旭面前哭哭啼啼, 骂着那两人的不堪。 爸! 我现在只有你一个亲人了, 你可不能抛弃我啊! 贺旭今天已经够烦了, 现在贺珊珊还来他面前哭。 更烦了, 于是大手一挥, 朝他呵斥道别哭了。 再哭, 连你也给我滚出去。 陈敏立刻体贴地上前, 端了杯茶给他, 然后轻声安慰道。 贺珊珊一看陈敏这样, 心里堵着的气, 转身就撒在他身上。 你装什么装? 你年纪轻轻, 愿意跟我爸在一起, 他不知道。 难道你还以为我不知道吗? 不就是图我们家的钱吗? 陈敏, 我告诉你, 我们家现在变成这样, 都是你害的。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不好过,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他骂着觉得不解气, 竟然开始伸手, 想去拽陈敏。 陈敏现在带着肚子, 哪里是他对手? 被贺珊珊拽到胳膊, 一下扯了过去, 摔倒了地上。 一声惊呼后, 一大滩血, 顺着他的肚子流了出来。 很快将白色的地板染了鲜红。 陈敏捂着肚子, 痛苦地呻吟了几下就晕了过去。 我和贺续都没想到, 贺珊珊会突然发疯。 贺珊珊见到血后, 也终于后知后觉, 终于感到了害怕。 贺续已经去扶陈敏去了。 贺珊珊上前拉住他想解释。 谁知贺续双眼心红, 直接反手给了他一个大耳光。 贺珊珊? 我贺家没有你这个女儿。 他被贺续一巴掌打跪在地上。 脸上五个手指印明显地过分, 嘴角还渗出一丝血。 贺续是真的怒了, 他带着陈敏上救护车时。 眼睛死死盯着贺珊珊, 他的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不会放过你的。 看得出来贺续对这个儿子的重视了。 既然这样, 那我帮他一会儿。 于是我打开手机, 拨了警察局电话。 警察来的时候, 贺珊珊还呆呆地坐在地板上。 我把监控一起交给警察, 告诉他们, 眼前这女人刚刚涉嫌故意伤害罪。 请他们一定要认真查处。 贺珊珊这一下是真的慌了。 大喊大叫着放开她, 但谁会听她的呢? 仅仅一个小时不到, 这座别墅竟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了。 过了一周, 贺续回来了, 他整个人看上去比之前老了十岁。 身后还跟在几个穿着法院制度的人。 见到我, 他一瞬间有些恍惚, 他说, 陈敏的孩子掉了。 并且医生说, 他以后都不会再有孩子了。 而他, 刚刚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有人实名举报他, 参与了一起犯罪洗钱的活动。 现在要来家里搜查, 我表情平淡, 没说什么。 贺宁夕, 你怎么敢? 我是你爸。 你竟然敢搜集资料举报我, 你以为你是谁? 你没有老子, 你屁都不是。 他神情激动, 后面几个工作人员 马上上来将他控制住。 我点点头, 没否认识我举报的。 贺旭, 我妈走了后, 你过得安心吗? 你靠着她才有了今天。 你却在一发达后马上出轨, 陈廷逼死了她。 你以为我想成为你的女儿吗? 我告诉你, 我和宁夕这辈子最恶心的事, 就是我幸贺这件事。 你们心自问, 你作为一个父亲, 对我, 有经过当父亲的义务吗? 你成天不是跟这个女人搂在一块, 就是跟那个女人抱在一起。 我所有的事情, 你都不关心, 就连当初临闯出鬼赫珊珊。 你第一反应都是, 要我不要去闹, 不要给你找麻烦。 这是一个父亲该做的事吗? 你别不要脸了, 你今天的一切, 都是你应得的。 你放心, 等你判了死刑, 我一定会去看你的。 说完, 我撞开它, 提着包出了这栋别墅。 以后, 这里再也与我无关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